说昨天网上有段视频 关注度非常高 说19号从广州 飞往纽约的南韩航班上 一位老年的旅客 突然无法排尿 如果不尽快地排出来 膀胱都可能会破裂 这是会要人命的 是啊 而成务员在客舱广播寻找医生 还真行 这机上有两位医生 这太好了 当时两位医生一看 本打算帮老人进行穿刺排尿 可机上设备有限 其中一位来自广州的张医生 想到了用嘴吸出尿液 这也是最快 也是唯一的办法 大概用了将近40分钟 张医生不间断地 用嘴吸出尿液 吐到杯中 帮老人排了小一生的尿液 老人终于是化险为夷 看到这样的画面 真的想给张医生竖个大拇指 真的是太棒了 那时候张医生也说了 用嘴吸尿实属是不耐之女 但当时的情况紧急 医生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这个只能说是天之所在 人心人数 医者人心 这真是令人佩服 真的是令人佩服 这样的医生真的 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 大大的赞 是我觉得真的 就是这简直是 他可能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救人 对 为了救人 他可以放下他很多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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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